在今天是新增了有27例 其中有20例都是因展阳的个案 包含了树林科技厂的群聚 三重群聚案 还有台中婚宴相关 基隆群聚恋相关 以及桃园舞蹈教室群聚恋相关 新北还有另外新增了有7例个案 包含了中和某社区的筛检站 采出了5例确诊 另外2例则是在树林某科技厂附近的超商员工 以及他的友人也染疫 新北市的确诊个案 做如下的分析 新增的有7例 居家隔离跟自主健康里面 有6个是框类及格采牙 另外14个是阴转牙 今天新增了这7个 我来先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这个7个里面 有5个 23506 507 509 505跟508 这5个是在我们的中和某社区的确诊个案 设了警服社区筛检站 塞了959个 里面找到5个阳性确诊个案 这是5个新增的个案 另外有两个新增的个案 是在士林某科技厂 附近有超商员工因为足迹感染 感染以后跟他的朋友也一起感染 这又增加了2个在超商员工 三峡地区的直击 有接触以后的感染 所以这两个再加上我们中和又增加了5个 有7个新增的确诊个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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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